《電影資料館》 有收集這麼多方面的電影 讓我回憶很多當年我拍電影的情況 第一部電影同如麗珍 因為我當她的女兒 當時我們第一部電影根本不懂得演戲 她如何去教導你 如何去演戲 當時我便想 幸好得到前輩的教導 我還記得那段時代 摩叔灰霞的形象 還永遠在我腦海裡 一天在電影資料館 都看到這些舊作 真是很大的感覺 也很珍惜那個年代的人 看得起我 讓我在十六、七歲的時候 擔任一個女主角的電影 現在一起看的時候 很多粉絲都說 當時你已經在歌在舞 很擅長跳舞 我說不是 我也是在學習 我最記得就是《彩色青春》 我很感謝電影照管 因為這部電影 我們經常都想看 因為當年是一部非常賣座的電影 有寶珠、芳芳、修哥、黃愛明 當年是破了紀錄的 收入是百多萬 當時百多萬很厲害 那部電影不見了很久 突然電影照管 把它重新修復 做出一個好的電影版 我們一起來看的時候 真是很驚喜、很開心、很珍惜 令到現在年代 年輕一輩 或者我們年代的朋友 都一起來可以分享到 這套《彩色青春》 是呀 真是很難得 電影 綜末 緩 待會兒 相互 這身 無重 以真是